除了食材保存有方 更重要的是要尽量在安全期限里把食物吃完 新加坡食品局的网站就有更多关于食品保存的小贴士 吃饭的有时难免会有剩菜 隔夜菜你会怎么来处理呢 那么请来一名烹饪的爱好者 来看他怎么样来利用剩菜烹调出新的口味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道非常简单又方便的料理叫一式烘蛋 那我们用的是隔夜的蔬菜和鸡肉 那当然要是你喜欢用现炒新鲜的蔬菜 鸡肉猪肉都行 食材包括50克的鸡肉和蔬菜小番茄 50到100克的乳烙碎 6克鸡蛋 胡椒粉和盐 还有50毫升的牛奶和20克的牛油 首先我们把鸡蛋打入碗中 现在我们可以把鸡蛋搅拌成蛋液 那6克鸡蛋的话 它的分量足够2到3个人 鸡蛋打成蛋液过后 我们就可以把牛油加进去 那我会继续地搅拌 当蛋液打成到有泡沫时 就加入牛奶 再稍微搅拌一下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隔夜的蔬菜跟鸡肉 倒进去 让它拌一拌 最后把番茄 乳烙 盐和胡椒粉加入蛋液 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放进预热好的烤箱 180度 烤大概18到20分钟 一道营养均衡 脉向好看的意大利烘蛋完成了 今天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也欢迎您到八世界新闻网 去重温我们的节目 我是杨振华 《晨光第一线》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晨光第一线》 明天赛